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新亞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是一個很多人問的問題 30歲了 我如何決定要出國留學 五件你一定要事先知道的事情 這個問題因為很常在IG上被大家詢問 所以決定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點 真的沒有時間慢慢做準備了 那我相信大家對於年齡呢 其實都有不同的感受 可是對我來說呢 因為30歲還要出國留學的話 你勢必要中斷職涯 然後要一個人離家背景 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重拾課本 重新當回學生 所以啊 就是做這個決定呢 跟你剛畢業23歲的出國留學 心情一定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你要想喔 就是你現在可能在公司覺得很枯燥乏味 遲遲等不到升遷的機會 可是誰知道呢 一兩個季度後 我們的主管 突然給你一個升上小主管的機會 那你那時候是不是又會 把留學這個念頭拋在腦後呢 所以我會覺得其實30歲出國留學 其實有時候是需要一個衝動 還有非常重要的 你需要一個很明確的目的 這個目的要夠強大 夠明確才能不斷的push你 去跨出這一步 然後全新的準備出國留學這件事 所以建議大家先問一下自己 究竟出國留學的目的是什麼呢 那麼當時的我 這個出國留學的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那個時候呢 我一直覺得在職場上很不習慣 不管是第一份工作 在外派的時候 因為高壓高工時 讓我自己覺得壓力很大 但是之後換了工作 去到新加坡 去到五一兩批呢 其實工時方面已經大大的改善 然後在正常工時上 我卻隱約還是覺得 一股很隱形的壓力 這讓我開始思考 是不是其實我對於亞洲的職場文化 並不是那麼習慣 那也開始讓我有一個念頭 如果我去到亞洲以外的地方 會不會其實有不一樣的生活 跟不一樣的工作呢 所以對我來說 出國留學的目的呢 就是找到一個 適合工作跟生活的程式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 就是一定要好好地想一想 那你的留學目的是什麼呢 第二點 要清楚知道自身能力跟工作經驗 為什麼這樣說呢 相信年近30歲的你 一定或我手好都有些工作經驗 不管這份工作 你喜歡或不喜歡 你是滿懷的熱情去做 還是你每天都很厭世在做 請你務必能好好地深思 你在過去的工作經驗當中 自己有哪些的工作能力 技能 軟實力 硬實力 全部都好好的列出來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話 務必要找身邊的親朋好友 然後很理性客觀的來分析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其實每個人對自己的了解 如果沒有好好的列出來 常常都是存在大腦 存在大腦裡面的東西 常常都只是印象 例如說 覺得自己英文好像還不錯吧 或者是 自己跟客戶都有聊得來 我應該很有溝通協調能力吧 可是如果你真的很仔細地列出來 英語 那你有過什麼樣的證照去證明 英文的意義真的很棒嗎 或者是你的客戶 確認全部都是母語人士嗎 就是你必須要把這些實力 變成一個 真的有驗證的東西 而不是只是一個大腦的印象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出國留學是很現實跟殘酷的 之後在做功課找碩士檢章 或是MBA檢章的時候 你必須要拿著你的具備的能力 跟你的工作經驗 一條一條去對檢章 有沒有符合 所以建議你先事先做好這個準備 會讓你離出國留學呢 就是更加的實際一點 而不會只是你腦中的想像 那回來我自己呢 我那時候就有條列式的列出來 就是我語言能力的就是 英語跟日語 而且因為這兩個語言能 都是在我的工作上有實際運用的 所以我可以很有自信的寫出來 我的工作經驗呢 是大概約三年半 那有過製造生產跟品牌端的工作經驗 然後我的大學學歷呢 是藝術學士 如果是要申請碩士的話 你的大學學歷是 基本上有點 我覺得是決定了百分之九十吧 那為什麼呢 這個我們下一點來說 第三點 做功課 千萬別只做半套 那為什麼這一點呢 真的是我的切身之痛呢 其實出國留學這件事呢 我大概大三就開始在想了 那時候是念藝術相關的科系 所以目標是在畢業之後 可以繼續攻讀藝術的碩士 然後目標的呢 是德國 因為德國其實在藝術這塊 有非常深的造詣 然後也非常多的科系啊 人才等等的 那時候就是開始學德文課啊 然後也開始恐看大學簡章啊 然後已經 學校都目標鎖定好了 等等的 但是呢 大概在大四或是畢業沒多久 我就發現藝術這塊呢 就是預期薪資跟 其實實際的工作內容 跟我想的都有蠻大的落差 然後藝術碩士的所想的花費也 比我自己原本預估的還要多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放棄要念藝術碩士這件事了 還有就是德文真的太難了 雖然說他們有號稱有英文授課 可是大家也知道如果你在德國 不會德文的話 你是很難好好的生活下去的 那之後開始工作呢 就是去居然外派了嘛 那就開始在想 是不是有機會呢 可以修一個商管碩士 來增加自己在工作上的職場競爭力 同時也是加增自己的知識啊 領導力啊等等的 所以那時候就把商管碩士這件事呢 就是放在自己的心裡 跟當勞裡當作目標 但是呢 就是簡章也是有點忘看吧 就是工作資訊就看一下滑一下 然後可能存到my favorite之類的 時間呢就這樣輾轉了 工作也工作三年了 離開了外派這份工作呢 就覺得 哇終於有一段自己可以沉澱的時間 我要開始來把出國留學這件事呢 要排回我人生當中的priority 所以我就開始很認真的看簡章 然後我就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 這是我大學是念藝術碩士 所以我現在如果想念商管碩士的話 真的是幾乎九成的學校都不會接受的 因為他們都只接受本科生 然後我大學也修不夠多商管 類的課程修不夠多 所以學分就是算起來都沒有到他們的standard 不然就是要你再多花一年學分 念premaster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點就是呢 我以前竟然以為就是只有NBA要考G-MAX 其實呢現在的碩士班商管碩士班 普遍的都要考G-MAX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就是強人們的心得啊 都說G-MAX你要在一年內提高你的成績的話 其實你真的是每天16小時要埋頭苦念的 那我就想說我以前念書的時候根本就從來沒有過埋頭苦念16小時 就連考大學也從來沒有過 就是我真的不是可以這麼focus念書的料 於是我就覺得天哪這兩條路真的是我現在的絆腳石 而且我那時候已經離開外派工作 就是我其實在待業中 然後原本是想說2018就是認真準備2019秋天就可以去念書 所以就覺得好像事情有點尷尬 第四點 排好優先順序再做決定 那這一點呢就是來跟大家聊 我最後為什麼落腳荷蘭 然後念了這個供應鏈碩士呢 我當初就是一樣就是寫完自身的條件之後 我就開始寫出我出國留學的目的 那我的目標呢就是在畢業之後留在當地生活 然後一定要找到一份正職工作 所以對我來說呢其實是很明確的 我就是以求職為主 然後學業為副 然後在就是不斷的做功課 或者是參加講座的過程中呢 我就發現了荷蘭的求職文化呢 跟其他國家是比較有點不一樣的 它是非常講究你的實務經驗 然後在求職的時候呢 是看中你工作經驗大於學歷 那我就會覺得這也對我來說就是比較加分啦 因為我就是已經有比較多工作經驗 然後學歷的部分就比較弱一點 然後加上呢就是荷蘭的學費啊 也比其他英語系國家都低廉許多 然後他們的治安呢也是歐洲國家數一數二好的 然後我也有就是私訊一些台灣人前輩啊 他們都說他們荷蘭語其實非常普通或是不會 就用英文呢就可以在當地生活 工作跟同事溝通等等 然後在簽證方面呢 荷蘭也提供國際學生非常優惠的簽證 就算你畢業之後還沒有找到工作 你還可以續留荷蘭一年 然後專心的找工作慢慢融入這個社會 那這在知道以上事情之後呢 荷蘭就馬上躍升成為我的留學國家首選 那因為呢我已經訂下就是求職為主的目標 所以我也完全失去就是想考GMAI跟申請研究型碩士的這個動力 就是真的是零動力 所以我就把精力呢專心的放在應用型大學上面 第五點 都30歲 當然希望這個學位CP值要高啊 那其實這點呢就是也是 就是會回答到很多人在IG上問我的問題 大家就問說 但是你已經有就是快4年的工作經驗 為什麼你在選擇出國留學的時候 還是選擇碩士而不是MBA呢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大家也很多人問說 那為什麼你可以一人決然選定要念供應鏈 那我們首先呢先從供應鏈Supply Chain這題來回答起好了 因為我前面不是做了很多功課嗎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Supply Chain的職缺在荷蘭是真的開了非常多 那我自己的過去的工作經驗呢 其實都跟Supply Chain一直沾上邊或是有點關係的 一連串這樣看起來我的經歷 如果再去念一個供應鏈的不管是碩士還是MBA 都會是非常的動機充足 我如果說我在過去有在工廠生產經驗 然後有的品盤端也是做管理工廠 那我現在跑來念Supply Chain 加強我的學術知識的話 其實一切是非常合理 那因為我大學是藝術主修嘛 其實我也一直沒有一個管理類型的學位來Support我的專業 所以我就覺得 嗯 那我就繼續攻讀Supply Chain 繼續在這個領域繼續耕耘下去這樣 那第二個呢就是關於碩士跟MBA啦 我覺得我可以先從我是如何思考這兩件事情來講起好了 對我來說呢就是不管今天是要念索士還是念MBA呢 他們都像是教育產業的產品 所以我們把自己當消費者來看的話 你一定要選一個最適合自己的產品嘛 那首先我們就從價格來看 那其實碩士呢在荷蘭的話 普遍學費大概是35萬到60萬不等 看你去念什麼學校 但是MBA呢 學費馬上就會飆升到110到130左右 那這樣其實就差了兩三倍之多啊 但是大家就知道嘛 其實你去查荷蘭的平均年薪 稅後其實就只有台幣約91萬左右 荷蘭在歐洲國家當中是物價數一數二貴的 房租價格也是數一數二高 所以其實算下來之後呢 我就發現如果要攤提這個MBA的學費 我可能這樣要花四到五年 六年的時間 我才有辦法把這個學費全部還完 回過頭來想啊 就是我已經知道荷蘭的求職市場 是一個注重經驗、專業的利益 跟大於學歷的世界 那我去攻讀這個MBA碩士 到底實際能為我帶來的效益有多大 其實我是很難在出發前下判斷的 然後加上MBA課程所學的知識呢 雖然他進去之後可以選足 你一樣可以選supply chain 可是你學到的知識其實還是比較general一點的 在裡面比較注重訓練是你的領導力 跟你的network等等 所以這位跟我當初想要加強 我在supply chain這塊的知識有所不同 那我就可以更確定自己跑 我就是要攻讀supply chain硕士 而不是MBA了 以上就是五點 我想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快要30歲 還是可以做出要出國留學這個決定 就是30歲對我來說其實還是很年輕 可是只是要強調的是 你要思考的東西真的比你20出頭多太多了 因為你已經就是引爆在太多人生命當中 你引爆在你老闆生命當中 在你男女朋友生命當中 在你爸媽生命當中 所以你要思考的東西其實就是變得更多 而且你已經有機會成本 你要放下你的職涯 你的年薪 然後去從零開始 從學生開始 所以你想的東西 一定就是跟你大學的時候 一定是不一樣 但是我相信透過以上五個步驟呢 你一定可以讓你的思緒更清晰 然後做出最適合你的決定喔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小IG私信我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喔 下次見 掰掰